中国的态度并不改变 你也没有冲派 我不知道我对你这么欣赏 我比你更了解 公布党立委谢龙介 不知在直询台上 痛批赖总统不来立院 国情报告 监察院也正式表态 将提示宪案及申请暂时处分后 赖事宝更是keep put 赖事宝更是keep put 报告委员 总统跟新政院长 违宪不可行 我请求司法大法官会议来处理 我议都输了 怎么有连提示宪呢 私信给总统提 提一百的理由都很难说服委员 我知道 再一次用这种方式 来对总统不礼貌 我绝对不能接受 不知汉卓奎 成枪舌战 赖事宝更扬言 下个预算会期 会有反制动作 蓝委群情激愤 但主导修法的总统傅复昆旗 却被质疑 完全状况外 让国会改革无法 能够顺利地 做出和谐的判决 副总统 到现在自己都搞不清楚 国民党要修的 到底是哪一些法案 却把民进党的 国会无法狼狼上口 实在可笑 人民政党立委张旗凯 前一天主张修法后 总统国情报告 必须依序及时寻答 和疾问疾答是两回事 这番话也被林郡县大三 视字仿佛成了一种罪过 赖总统始终强调 合法合线下愿意赴立法院国情报告 我们并不乐见政治人物刻意混淆 国情报告与质询 以偷换概念去带头造谣 总统府更点名 柯文哲黄国昌是置换概念 带头造谣 现在不止国会扩权进入失信延长赛 四名NCC委员任其七月就要届满 据了解这也是蓝白锁定的下个战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